在诗篇二十八篇里面 诗人是这么写的 耶和华 我要求告你 我的磐石啊 不要向我坚默 倘若你向我闭口 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 我呼求你 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 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 不要把我和恶人并作孽地一同除掉 他们与灵社说和平话 心里却是坚恶 愿你按着他们所做的 并他们所行的恶事代他们 愿你照着他们手所做的代他们 将他们所应得的报应加给他们 他们既不留心听耶和华所行的 和他手所做的 他就必毁坏他们 不建立他们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盾牌 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 所以我心中欢乐 我必用诗歌颂赞他 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 又是他受高者得救的保障 求你拯救你的百姓 赐福给你的产业 牧养他们 扶持他们直到永远 诗人在身陷困境的时候 他不只是为自己祷告 他也为他的百姓 为整个民族来祷告 纵然与他敌对的 有同一个民族的百姓 但是他依然也是为了这些百姓们的好处来祷告 虽然诗人他在困境之中 不知道明天该如何 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诗人 他凭着对上帝的信心 他确信上帝必定会应允他的祷告和他的呼求 在这里他表达了他对上帝的感恩以及信心 当我们在上帝的殿里面向上帝举手的时候 你是否也有信心 跟诗人一样 确信上帝会听到你的呼求呢 在今天的诗篇里面 我们可以看见 诗人非常肯定 上帝是整个民族力量的来源 也是每一个百姓 生命中最大的盼望 并且也是每一个君王 受告者得救的保证 上帝不只是拯救王一个人而已 上帝一定也会拯救整个民族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礼拜 在神的国度里 有权柄和能力 不偏学习 不偏实力 淡淡依靠主圣灵 在神的国度里 在神的国度里 属胜的子民 不分预言 在你眼前 将荣耀归于你 愿你 愿你过度 降临在彻底 不信高临在神的国度里 属耶稣的生命 愿你胜利 掌描在彻底 彻底 彻底 在神的国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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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平时里 不平时里 淡淡依靠主圣灵 在神的国度里 属胜利 属胜的子民 不分预言 在你面前 将荣耀归于你 愿你 愿你过度 降临在彻底 同行高举 主耶稣的生命 愿你生命 掌援在彻底 实行圣经 你去能力 我们处理 在你的同在里 我们是你 前选子民 带着天国使命 套着圣灵 宣扬基督的能力 我们是你 我们是你 天国自民 愿你带来复兴 在此属性 看见你 国度降临 我们是你 天生自民 带着天国使命 套着圣灵 宣扬基督的能力 我们是你 我们是你 天国自民 愿你带来复兴 在此属性 看见你 过度降临 愿你过度 降临在彻底里 同行高临 同行高临 主耶稣的神明 愿你胜利 上显在彻底 实行圣灵 实行圣灵 一致能力 我们处理 在你的同在里 愿你过度 降临在这里 同行高临 做耶稣的生命 愿你 愿你胜利 掌浅在这里 实行圣灵 一致能力 我们处理 在你的同在里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三级管制到今天 在下一周 周一开始的这一周 我们的孩子们 就要开始开学了 请各位弟兄姐妹 来为着我们教会 主日学的所有孩童们 的开学来祷告 也为着我们台中市的 孩子们来祷告 为着我们台湾 所有的孩子们 的开学的预备来祷告 也为这些老师们的来祷告 求主耶稣 祂一致的恩典 祂的神迹 要行在台中市的每一个学校 全国的每一个学校 让所有的孩子们 在耶稣的照看之下 开开心心的上学 每个都要平平安安的回家 耶稣我们感谢你 耶稣谢谢你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主哈利路亚 主谢谢你 保守我们的孩子 保守我们的孩子 耶稣谢谢你 朋友们的孩子 祝我们不选择 我们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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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上一周我们听到了一个好消息 我们的陈世之光关怀协会 在周一就要重新打开大门 来欢迎长辈们进到我们的协会里面来 从5月19号疫情管制到今天 我们的陈世之光关怀协会 依然没有停止各样的探访 各样的慰问 各样的安慰 我来邀请各位弟兄姐妹 来一起为我们陈世之光关怀协会的 牧者同工 干事们还有志工来祷告 求主耶稣 你要加添气力 在我们牧者同工的里面 求主耶稣来保守 我们协会所照看牧养的这些长辈们 主啊你保守他们 让他们平安安的 都可以一个一个都不少的 就回到我们协会来接受协会的慰养 和照看 主啊你的恩典 不只是行在教会 也行在我们的协会里面 主我们这个城市之光 就是要做台中这个城市的光 来照亮每一个需要的角落 让每一个需要被照看 被陪伴的长辈 都能够感受到主啊你的恩典 你的爱 让我们一起来同声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要来为我们的约瑟 储蓄互助社来祷告 我们约瑟储蓄互助社 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弟兄姐妹们的好处 盼望弟兄姐妹们不只是 有工作的能力 并且也要能够有管理自己钱财的能力 为了弟兄姐妹们的好处 约瑟储蓄互助社 他不会盈利 他只为服务 只为互助 谢谢主 教导我们可以管理我们的钱财 谢谢主 在地上设立一切 为了我们的好处 让我们使用 成为我们的公益 并且我们也可以妥善来管理它 求主 求主 来恩高我们约瑟储蓄互助社的社长 副社长 理事监事 主 也求你来 亲自看管约瑟储蓄互助社里面的社员 他们每一个人的钱财 若不是耶和华 亲自看守 都是枉然 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起来开口 来同声祷告 为着你自己的好处 祝福 我们是祢 拣选资历 带着天国施兵 套着圣灵 宣扬基督的能力 我们是祢 天国自民 愿祢 带来复兴 再次熟悉 看见祢 过度降临 愿祢 过度降临在这地 同时勾去 主耶稣的生命 愿祢 胜利 掌现在这地 实行神经 已知能力 我们处理 在祢 一同在地 愿祢 过度降临在这地 同行高临 主耶稣的生命 我们高临耶稣 愿祢 祢 胜利 掌现在这地 主啊祢的圣灵 实行神经 已知能力 我们处理 在祢的同在地 哈利路亚 主啊 我们谢谢祢 我们将掌声献给耶稣 我们为耶稣来拍手 从前到后 从左到右 主啊 我们感谢祢 主啊 我们赞美祢 因为祢是行神迹的神 祢也是叫我们抬起头来的神 主啊 我们谢谢祢 耶稣 谢谢祢 天荒花是我的主 你不知动药 有耶稣花的帮群 还要去谁呢 耶稣花是我目睁 你不知缺乏 有耶稣花错我进去 你全然的合胜 耶稣花是我撕毁的盾牌 是我的荣耀 有时叫我抬起头的名声 你手虽然有哭泣 造成我们的欢呼 你是我的盼心 我的帮助 那我们手拍起来 我们重复再来一次 我 是耶稣花 耶稣花是我的主 你不知动药 有耶稣花的帮助 还要去谁呢 耶稣花是我的主 你不知缺乏 有耶稣花错我进去 你全然的合胜 耶稣花是我撕毁的盾牌 是我的荣耀 有时叫我抬起头的名声 你手虽然有哭泣 你手虽然有哭泣 造成我们的欢呼 你是我的盼心 我的宝珠 有耶稣花 耶稣花是我撕毁的盼牌 是我的荣耀 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 你手虽然有哭泣 造成我们的欢呼 你是我的盼心 我的帮助 我们再来欢呼一次耶稣花 Е稣花是我撕毁的盼牌 是我的荣耀 有时叫我抬起头的一声 你手虽然有哭泣 造成我们的欢呼 你是我的盼心 我你帮助耶稣 你手虽然有哭泣 造成我们的欢呼 你是我的怀使 我的帮助 我们大声的赞美祂 耶稣我们谢谢祢 哈利路亚 让我们拍手 拍手 还要再拍手 耶稣谢谢祢 谢谢祢 谢谢祢 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祢从以前如何爱以色列百姓 到如今祢也如何地爱我们 祢叫埃及的军兵马车 如何倒在红海之中 如今祢也必如何淹没我们的仇敌 我们感谢祢 我们赞美祢 主啊 求祢继续将祢的道指教我们 因为我们是祢拣选的天国子民 凡是寻求祢的 祢就叫祢的灵苏醒 凡是倚靠祢的 我们就必不至羞愧 谢谢祢为着我们的好处 将我们摆放在祢的里面 求祢继续带领我们的教会 成为社区 成为台中市 成为这块土地的光和眼 谢谢主 祷告 是奉我主耶稣基督 得圣的名祈求 阿们 让我们继续站立 用使徒信经来表达我们信仰的告白 来 预备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 因着圣灵感应 从同真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使 埋葬 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十里复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使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居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 请弟兄姐妹 打开您手上的纸本圣经 又或者是 打开您手机里面的圣经APP 也请您将您的手机 切为振动或是静音 我们今天的经文 是落在《使徒行传》26章13节到20节 《使徒行传》26章13节到20节 只有八节 让我们一起同声开口 请 王阿 王阿 我在路上 上午的时候 看见天天发光 比日头还亮 四面照着我 并与我同行的人 我们都扑倒在地 我就听见有声音 用希伯来话 向我说 扫罗 扫罗 为什么逼迫我 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我说 主啊 你是谁 主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你起来站着 我特意向你显现 要派你做执事 做见证 将你所看见的事 和我将要执事你的事 证明出来 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 和外邦人的手 我拆你到他们那里去 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从撒旦权向归向神 又应信我 得蒙赦罪 和一切成圣的人 同得基业 雅基帕王啊 我故此没有违背 那从天上来的意象 先在大马色 后在耶路撒冷 和犹太全地 以及外邦 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 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 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 是哥林多前书 九章十六到十七节 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到十七节 一起来 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 因为我是不得已的 若不传福音 我便有祸了 我若甘心做这事 就有赏赐 若不甘心 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 今天的正道主题是 康泽传福音的保罗 有请我们的刘志坚长老 弟兄姐妹们平安 很高兴能够再一次 在展台上跟弟兄姐妹们 一起分享神的话 因为这已经隔了一段时间 因为我们一直 原先都是线上的 但从前几个礼拜 我们能够实体的聚会 今天正好又轮到我来 跟各位一起分享神的话语 真的是很感谢神 我们教会就一直在推六要 要读经 要祷告 要聚会 要奉献 要服事 要传福音 去年 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过 要奉献 要服事 那今年的上半年 包含一次的线上的聚会 线上的主日 是分享了祷告 还有聚会 那今天 就是从传福音 是从保罗 他是怎么样子 很负责任的 把神所托付他的 福音的使命来完成 这是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 召聚我们众弟兄姐妹 能够实体的在这里聚集 来领受你从天上来的话语 愿圣灵充满这点 也充满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 主啊 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 我们愿意聆听你的教导 也愿意遵令而行 愿你使用我们 也让我们每一位属你的儿女 我们就是一个起来行动 传福音的人 愿主你亲自的带领 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 得圣的名求 阿们 讲到责任 责任的原意 我是翻了维基百科 结果看不太懂 本任应管办 因一切分所应为之事 太文言了 后来我就去找 MBA 智库百科 有这样的责任的内涵 是分内应做的事情 也是 也就是承担 应当承担的任务 完成应当完成的使命 做好应当 做好的工作 这是一个责任 应当 注意哦 看了很多的应当 我们属神的儿女 神也有托付我们 很多的事情使命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责任感 去把它做好 做完成 所以基督徒的责任 也是借着刚才我们读的 保罗 在使徒 就是使徒行传 记载的保罗 在一个雅基帕丸的面前 做的见证 就是他领受神所给的意向 并且很确定了自己的使命 然后就很负责任的 就去做 去做福音的事工 将神所托付他的福音的事工 完成了 并且是传承 不单单他去做 而且还把这一个责任 传承下去 所以有人就讲说 哎 刘长老 现在疫情那么严重 所以人家都很怕我 我要传福音 人家很怕我去跟他讲话 我也很怕别人跟我讲话 那福音怎么传呢 现在事实 不是一个传福音的好时机 会不会 有时候我们也会在想 我们现在好像不是传福音的好时机 但是在狄更斯 狄更斯三层纪 他开头就讲 那是最好的时代 也是最坏的时代 各位 现在是最好的时代 还是最坏的时代 我们基督徒 我们基督徒都在这样子 即使是最好 或者最坏的时代 我们基督徒因为我们信靠神 我们仍然存活 也是信仰的时代 也是怀疑的时代 看你要怎么去看他 我这边有一个例子 可能很多人听过 就是有两个鞋产的业务员 奉派到非洲去调查 我们这鞋子有没有市场 结果有一个业务员 到了非洲以后很悲 就觉得说很苦恼 说哎呀 这些非洲人都不穿鞋子 所以没有三居 可是另外一个业务员 好开心地讲说 哇 这些非洲人没有鞋穿 所以三居无限 你看就是两个字颠倒 一个没有穿鞋子 没有三居 但是一个人看到的却是 他们都没有鞋子穿 所以三居无限 所以我觉得说 我们应该学习的是 那一个乐观 用积极正面思考态度 来看所有所遇到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属神的儿女 也是一样 用积极与正面思考的态度 来执行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责任 我简单地介绍一下 这一次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的背景 是保罗 因为他出去三次的旅行宣教以后 结果到了耶路撒冷 就在耶路撒冷被抓了 他以前是一个 非常敬虔的法利赛人 所以他自己形容 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 他是一个很近前的犹太教的执行者 所以他就去抓那些人 可是没想到 神让他生命改变以后 他作为一个福音的使者 结果他到了耶路撒冷 反而被抓 并且解送到该撒利亚 就是罗马帝国在巴勒斯坦 那一块地方的一个驻扎地 就是巡抚驻扎的地方 驻扎的地方 是该撒利亚 就送到那边去受审 并且他与犹太人做很多的辩论 讲见证他信主之道 最后一直没有办法 因为这些犹太人就一直要杀他 所以他最后说 我要散述到凯撒皇帝那边 罗马皇帝那边 因为他是罗马公民 所以他要散述 但是这时候他是一个 巡抚叫做菲斯都 他很困扰 因为从他们的辩论里面 他发现保罗并没有犯该死的罪 可以讲一讲就可以要犯掉 所以他就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正好因为他是新善认的 所以在那边的一个分封的王 雅基帕王二世 就来看他的时候 他就跟他讲说 哎呀 这个保罗 我真不知道怎么决定 因为我不能说 他要散述给罗马皇帝 但是我如果找不出 他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我不知道怎么把他送去 在皇帝面前有没有暗决都没有 所以雅基帕王说 哎呀 这个保罗我也听过 我们就来听听他来说 所以整个我们刚才读的经文 就是保罗在这个雅基帕王 还有辉斯都巡护 还有很多的贵宗面前 做了一些见证 所以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 第十九节 雅基帕王啊 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 这是他很敢做的见证 这是一个图片 画保罗在雅基帕王做见证 所以今天我就用三个方面 来跟大家分享 谈则不停歇的传福音 就从保罗的身上 我们来学习 第一个就是禅思考领受的意象 第二个是禅将使命 存于己心 第三禅背负责任不停歇 就不停止 第一个 禅思考领受的意象 刚才我有讲过 保罗在大马士革 他要抓基督徒 因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 他是看到基督徒 怎么会不遵守摩西的律法 这他们的认为 就是说基督徒是不遵守摩西的律法 这信耶稣的人 都不遵守摩西的律法 所以就要去抓他们来受审 甚至逼死他们 他是一个为犹太教大发热心的人 可是没想到 他去大马社 去抓基督徒的时候 在进城之前就有大光照着他 耶稣基督给他一个很明显的意象 就是我们刚才读的 保罗讲的那一个事件 耶稣亲自向他说话 所以让保罗整个侍奉的方向 原先他是认为 犹太教是最好的 这些基督徒违反犹太教 所以我要去抓他们 可是当这个大光照以后 他整个生命被耶稣基督改变以后 他一生的侍奉的方向 就变为是传福音 传基督耶稣的福音 他每当就是在传福音的时候 遭遇到很困难的时候 他就会把刚才他讲的那些 耶稣基督跟他讲的话 他再一次述说出来 你知道《使徒行传》有记载 这一件事情有记载过几次吗 有记载过三次 一次是他实际碰到的 一次是他在耶路撒冷被抓了以后 那些那个千夫长 参马利 不 耶路撒冷的千夫长 那个军事指挥官把他抓了 以后他说 我是犹太人 能不能我让对犹太人来讲 他对这些犹太人 抓他的犹太人 因为他已经被这个千夫长救回来了 就站在一个台子前面 他就跟这些犹太人讲 他怎么得救的见证 第三次就是 刚才我们读的《使徒行传》26章 他再一次讲 这是为什么 是因为他遭到了很大的困难 所以说他再一次思想 他得救的意向 得救的那种过程 能够激励他的心 知道能来有主与他同在 所以希伯来书12章12节 我们读一下好不好 一起来 来 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 发酸的腿挺起来 真的有时候我们受到打击 或者软弱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再去思想 尤其是我们说 我为主这样都大发热心 结果我却遭到了这样的困难 这样的捆绑 可是当他这样子 在亚基帕王再一次讲的时候 哇 他的心整个的又被提起来 把下垂的手 发酸的腿再一次挺起来 他就有力量继续奔纳 摆在前面的道路 这是保罗 他常常讲他得救的这个见证 让他提醒他能够继续的往前冲 没有退后或者软弱 所以我们信主后 也要有的时候 也要常常记得改变我们生命中 生命的意向 在我们的生活工作来见证基督耶稣 真的 有的时候我们会软弱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 上帝王你真的在吗 可是当我们再次回想 我们得救那个意向的时候 或者那一个情景的时候 可能更能够激励你的心 我自己是在49年半以前 我那时候是大学二年级 寒假的时候 我是被人家逼得去 因为我那时候很坏 有人知道我有过过 我以前是蛮坏的一个人 读了大学 在军校里面 因为考不上大学 去读军校 而且还是台南一中毕业 还考不上大学 结果就去读了军校 读了中正理工学院 在那里整天混 就是打牌什么都来的 就是不好好读书 考试靠作弊 这是一个生活很不好的 可是后来那时候寒假 就被学长 因为我们军校生是学长制 所以有一个基督徒学长 说优贤 你去参加退休会 我什么退休会 我还那么年轻 就要退休了 结果被逼去参加一个 军校联合的退休会 在那边 我觉得这些基督徒很好 可是后来有一个辅导问我 你圣经读过没有 我说我圣经没有读过 好 我答应你 我回来好好读圣经 所以那个寒假 我从马太福音开始读 当我读到马太福音27章 耶稣被定十字架 讲的一句话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当我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 我整个哭了 因为你知道大男生 绝对不哭 那时候我在入伍训练 被磨得一塌糊涂 我也没掉眼泪 可是那一天 我掉眼泪 我哭到不行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 耶稣基督 祂是背负了世界上 所有人的罪 祂是最大的坏蛋 连上帝都不看他 耶稣也是背负了我的罪 天父不看他 所以我在那一天 我认罪悔改 我整个生命改变 这一个画面 常常激励我 我信主已经四十九年半了 真的是常常激励我 原来耶稣基督 弹了我的罪 所以我可以继续往前走 这是我自己一个 得救的意象的画面 我记得前一次 不是上个礼拜 是前一次张伯进传道 有讲述说 每一个人 基督徒都要准备 三分钟的得救见证 你让别人可以知道 你是怎么生命改变的 希望在座的也都一样 第二个 就是常将使命存于己心 就把这个使命 传福音的使命 存在自己的心中 尤其我们属神的儿女 基督徒都领受了 耶稣基督所托付 给我们的传福音的使命 还记得 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 耶稣 那个定师家死了 埋葬了 复活以后 向门徒所吩咐的 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是一个使命 所以要将这个福音的使命 残存在自己的心中 保罗门招的使命 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 来 我猜你到他们那里去 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从撒旦权权下归向神 又因信我得蒙赦罪 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他得到的是什么使命 就是要向他的百姓传福音 不管是犹太人 不管是外邦人 都要去做这些事 叫他们的眼睛得开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其实我们传福音就是这样 要让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 罪得色 我们所传的福音的内容 其实就是这些 这是保罗所门招的使命 所以他就一生没有违背 尽力去执行 也没有惧怕 他是全心全力的投入 我们好好去读保罗的 整个的传记的时候 整个的 你就可以知道 他真的是为主摆善 我整理了一下 就是保罗的生平 把他记载下来 当然是从他开始 得救以后开始记 一个 他就是先从大马赤格 就大马赤开始 因为他从那里开始 被神关照以后 他就为主做见证 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 可是传福音太热心了 所以有人就要杀他 后来他就被他的门徒 用那个篮子执到外面 让他逃跑 结果后来他就到了阿拉伯 沉淀三年 他没有就继续去传福音 或者到耶路撒冷 没有 他在阿拉伯沉淀三年 安静学习等候神 然后他才到耶路撒冷 和使徒们会面 有些使徒们都很怕他 因为他以前是专门抓基督徒的 可是他到了耶路撒冷 说我已经是基督徒了 有人说真的吗 真的吗 还是说你是做那种的卧底 结果巴拿巴信任他 把他带去跟使徒们见面 他就在那边耶路撒冷传福音 可是也传得太成功了 又有人要杀他 所以他就跑到他的家乡大树城 在那里 可是隔壁附近的这个 一个安提阿有大复兴 就基督徒很复兴 基督教就非常的复兴 所以巴拿巴就从大树 请他到安提阿 来教导我们信徒 因为保罗是一个非常认真的 在犹太教就在神的话语里面 摩西五经里面 他是非常非常的认识 含先知书 所以说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所以巴拿巴就请他来做教导 可是后来他就是被拆派 去做福音的施工 我们这个可以从史书行传第十三章就知道 保罗和巴拿巴就被拆派 做宣教的工作 走了三次 然后到处建立教会 并且将基督教很有系统 基督的信仰很有系统的整理 还有教导 他一共写了十三卷的书信 就把神的话很清楚 很有秩序的 有系统的整理做教导 我觉得这是一个保罗的 信主以后他一个生命 我就说也让我们好好的去学习 要有人说 有人就问说 尤长老 你在写 好像是很有顺序 你怎么学来的 我说这是好好读圣经 我从信主到现在 没有一天敢不读圣经 好好的读圣经 并且也有进修参加神学院的教育 也有自己读一些书 所以顺便打一个广告 我们下个礼拜天又开始有新约中南 如果你很想圣经好好读的话 你可以参加这个成人主日学 来学习一下 这是打广告 这是导罗三次旅行宣教 这一张图很特别 因为我很清楚 当然你们这边可能看得不太清楚 那图是非常清楚 他每一次旅行的走的路径 他在亚洲 他在亚洲传福音 也到欧洲 希腊这地方传福音 最后他被抓 就是到了罗马 到了罗马 保罗其实他一直在旅行 神给他的使命 托付给他的使命 他没有觉得疲惫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 好累哦 但是他没有 因为他将神的使命 长存在他的心中 他一点一点都不耽搁 并且他把使命 转变成为他一生要背负的责任 第三点就跟大家来分享 谈背负责任不停歇 这是今天的重点 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宣告 所以说在十九节二十节 他是这样子的讲 亚基帕王我故事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 先在大马士革 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 以及外邦 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 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秤 他做什么 他就是提醒我们 要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 就这一个责任 传福音的责任 就是让别人归向神 提醒我们现在在座的每一个属神的儿女 我们是要传福音 使人悔改归向神 并且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秤 就是说我们生活生命 都是要跟我们的信仰要一样 保罗明明知道有危险 他还继续地传福音 他传福音含责任 他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读一下也是今天的背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 来 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 因为我是不得已的 若不传福音 我便有祸了 我若甘心做这事 就有赏识 若不甘心 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 大家有没有会觉得 这两节圣经好像有一点点消极的 好像不是那种很乐意 而是被逼的 其实不是 保罗他真的就是说乐意去传福音 他只是说告诉那些收信的人说 我就是要去传福音 没有得已不得已 因为神给我有更多的善事 因为这个责任已经托付了 这责任已经托付了 如今 传福音的责任也托付给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砍起来 我们就往前走 并且保罗是在平民百姓 宗教人士 包含法利赛人 杀猪该人这些人面前 他照样宣教 知识分子 达官显贵 怕这些人全部都可以做见证 可以传福音 还是说 我对我的长官不敢传福音 我对我的部下不敢传福音 我对我的同事 怕他们笑 我也不敢传福音 我做一个隐藏的基督徒就好了 我只要礼拜天去教会 我就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了 还是说 我们有这个使命 有这个责任 把神所给我们的最好的东西 分享给你周边的人 不管是你的部下 或者你的同事 甚至你的长官 甚至你的家人 还有你的周围的灵社 你有没有愿意 这样的把福音传给他们 积极的为主做见证 保罗是这样 我们同样是可以 保罗的传福音的动力 我来读菲利比书第一章第二十节 照着我所窃目 所盼望的 没有一事叫我羞愧 只要凡事犯胆 无论是生是死 总叫基督在我身上 照常显大 这是他的一个动力 叫做我就是要藏福音 不管生或者死 我就是要见证基督耶稣 就是要让基督耶稣 在他的生命里面显出来 可以救世上所有的人 只要相信和行道 所以保罗让我一个很深的感觉 他是用生命传生命 是生命影响生命 我自己传福音 我也是觉得说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 传福音讲得蛮口口思道 头头思道 好像天花乱坠 可是没有打到他的生命 心灵里面 那福音传不进去 可是当你是用你的生命 去影响你别人周遭的人的生命的时候 这个福音才真正的进入到人的心中 我很盼望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传福音 不是讲你有多能干 多厉害 上帝怎么样照顾你 怎么样 而是你有没有办法用你的生命 影响别人的生命 保罗是这样 同样你我也都能够这样 但愿我们的传福音 就是用生命来影响生命 做见证 好像呼吸一样 这是保罗说的 他像呼吸一样 也不是用高原大字 他就是用生命去影响 所以我们所传的 就是生命之道 生命之道 不是很高深的一个学问 也不是让你 那种好像就是成功神学 你信耶稣就是成功 你就不会有失败 不是 而是你也会软弱 你也会 但是是神怎么样子救把你 怎么样子跟你同在 这才是一个生命之道 生命来影响生命 可以展现基督的新的生命 我觉得这是保罗留下来让我们学的 也是圣经这样子教导我们 也是耶稣基督这样子提醒 再三地提醒我们 我们有没有 使徒行传 二十八章 三十节到三十一节 知道那个最后是什么吗 最后只是保罗被关在一个房间里面 被软禁 有一个兵来看着他 但是他照样在那里传福音 没有结束 就到此为止 所以使徒行传是一卷没有结束的经卷 我们基督徒 如今仍然还在写使徒行传 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基督徒 我们现在是在写使徒行传 用生命来写 很厉害啊 我们基督徒不要万字悔薄 我们现在还是在写使徒行传 这个是图片 保罗在罗马租屋 继续传福音 看到那个冰丁了没有 看到那个冰了没有 就在那边监视 所以保罗是软禁在罗马 除了保罗在传福音外 他有做传承的工作 所以保罗勉励他的接班人 提摩泰 如今我们也是被传承的 我们一起来读提摩泰后书四章二节 来 物要传道 无论得时不得时 总要专心 并用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 责备人 警戒人 劝勉勉人 真的 保罗就做了一个传承 他训练他的属灵的儿子 提摩泰 好好的在传福音的事上面 也尽心竭力 所以说 我很盼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是一个 很努力传神真理的人 传神福音的人 即使你在职场上 或者在你的家中 你是做一个传福音的 神实在是不会亏待你 不要只做一个隐藏的基督徒 而是好好的传讲神的话语 但是我注意 我有一个提醒 不要你在职场上 今天有讲好讲 所以我就在职场上 天天我也不工作 我就去传福音 我去把神的道讲了 该你的工作也不做 我为主传福音 所以我被责备或者被记过 也是应该的 没关系 我没有这样的教导 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 是用你的生命去传福音 有的时候不要把自己的工作 给丢了 然后我就说 我在职场上 我就跟我的同事传福音 也不管我现在在做什么 不要 而是用你的生命去传福音 这个是保罗传福音 完成在提摩泰 其实我们属神的儿女 都有传福音的责任 只要你肯传就有机会 不要说 哎呀我一定要等到 什么事也准备好了 我才能够传福音 可能你的一句话 可能你一个同事 能有需要的时候 你正好一句话帮助了他 有神的话语帮助了他 他就改变了 我就说这就是传福音 因为你的生命 跟人家的生命不一样 你也不用担心别人会笑 因为传福音 虽然有的时候会笑 有的同事或者你的长官 或者是什么可能会笑 可是我们所信的是 望王之王 望主之主 他们当久了以后 他们反而不敢轻视你的见证 真的是这样 我下面有两个见证 一个是我同班同学的见证 因为他们跟我四年 同班同学四年 我坏的时候他们见到 我生命改变的时候他们见到 所以我们像同学会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 同班同学 就是已经同班到现在是四十多年 四十多年 他就是常常在我们同学会的时候 跟我们这些同学的太太们讲 游子间不一样 他以前很坏 现在是基督徒 就在帮我做见证 尤其我自己从小关开始 就是越军校 然后他也知道我在工作 在职场上是怎么样努力 所以后来他说 游先生将军是应该的 游先生将军是应该的 为他很投入在工作上 不是只有长福音 而是也有投入在工作上 所以他为我做很多的见证 他最常讲的就是我在四年级 大学四年级要毕业的钱 要回学校 要参加毕业典礼前 我们有犯了三天假 这三天假 军校生你知道 犯假是很难的 有三天假 我就计划要去拿 要回台南 我要把我所有的 四年来的书籍 什么行李全部 还在一个黄埔大背包 很大 东西都塞了 然后要回台南 然后第二天要干什么 第三天要做什么 都已经计划好 结果我那一天出校门 跟我一个 不是同系的 而是别系的同学 别的科系的同学 我们在招那个野鸡车 比如车上已经有司机 还有前面坐一个 右边坐一个 然后我和我同学就坐上去 因为我的黄埔大背包 又太大了 所以我放不进行李箱 就只好我抱到 我坐中间 我的同学坐我的左边 结果这计程车 野鸡车就开 因为太快 在超车的时候 竟然钻到一部大巴士底下 因为正面 正面转机 我们的长官 我这就被送到医院 司机是单场没有了 坐在前座的脸一半没有了 我的同学和我右边的都中山 在手术房三小时 我是因为靠着这一个背包 因为你知道坐中间 如果一个转机的话 你的人就一定飞管前飞 不是转到那个玻璃吗 就是被排挡杆打碎身体 可是就因为那个背包 我没有人没有飞出去 结果这三天 原先想要玩三天的 结果在医院躺了三天 我的长官看到那个车子 还有我们同学后来经过的时候 看到那一部车子 他们第一个观念 哇 这车子里面都死光光了 因为说成 你知道知道 那车子就挤压成一点点 而我在里面还活着 我在医院里面 那一天晚上我睡不着觉 我就想到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的计划 赶不上上帝的变化 我常常人就想到计划 这个计划 但是上帝 你就别的方向走了 我三天在医院 第二个 我的同学 手术房出来以后 因为全身都是血 我也是一样 别人噴过来的 然后他说 有之间 请你帮我洗脸 帮我刷牙 因为我全身都被 因为他是整个的重山 他不能动 我就帮他洗脸刷牙 我才感觉到 原来我每天能够洗脸刷牙 是神的恩典 要学习感恩 这是我学到的第二个 第三个 我的生命 不再是自己的 这是神 刚才我们等一下 我们等一下会唱一个回应诗歌 刚才也是我们唱的 耶和华是我视为的盾牌 我只有把我的生命献给他 这是我自己经历 所以我的同学 有之间在那么大的车祸里面 还完整如初 就完全好好的 所以他在帮我做见证 也很感谢神 我有这种经历 让同学们看见 知道我是比较跟人家不太一样 另外一个部署 我见证 他今天好像没来 我有一个部署 是我以前在南投集集 冰冷中心的部署 我少将 他是少将 他有一次跟我讲 他高中就受洗了 我一听到 受洗了是基督徒 然后他说 我现在是做隐藏的基督徒 所以也不去聚会的 从来不去聚会 我每一次到他单位 巡视到他单位 就修理他 我说你为什么不去聚会 他就躲我 这些部下有的时候就会躲长官 躲来躲去 没想到躲了 后来我退伍 他也退伍 他升到善校退伍 结果他加班到对面 有一天他开车 带着他太太 经过我们教会门口 一看到 哇 这以前 耀武扬威的这个长官 在教会门口打扫 这个教会到底是在干什么 这个是不是太厉害了 那我这一个长官 在那边扫地 所以他就很好奇就进来 没想到进来以后 就生命就被改变 然后他的太太 去年也在我们教会 圣诞节受洗 现在他两个 那个双生的 软生的两个女儿 也在我们教会聚会 参加社亲 我就说 你有时候逼逼人家 你不要说 人家是说 我这个长官怎么会 在这边来传福音 我说没有 我从来不怕的 我那时候在南投基纪 我甚至请两个教会 到我的单位去 去举办诗歌演唱会 我们老牧师 哲义牧师和师母 还有几个童工都有去 我们可以在那边 办诗歌演唱会 叫我单位里面 几千人一起来听 这是上帝让我能够 升到少将的一个好处 不管你是小官 不管你是大官 不管你是做任何的事情 你都可以传福音 先生们已经将福音的责任 传承到我们身上了 我们已经结伴了 盼望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轻浮 要把这传福音的责任 承起来继续走 并且还要做传承的工作 这才是真正的 承责任 不停歇 但愿我们一起来学习 我们来祷告 我们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是这样的 教导我们 让我们知道 我们是一个传福音的人 让我们知道 我们有这样的使命 也有这样的责任 让我们不亏欠 祢所给我们的责任 让我们一起靠主来得胜有余 也是靠主做一个福音的出口 愿赐福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在祢的恩典里面 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 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 我时间交给主 请各位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来 我们的神是让我们开启头的神 我们的神是赐给我们恩典 还有爱的神 叫我开启头的神 耶和华是我的主 必不知动摇 有耶和华的帮助 还要去谁呢 耶和华是我的主 必不知缺乏 有耶和华做我既是 你确认得胜的神 有的华是我是为你盾牌 是我的荣耀 又是将我抬起头的神 你生虽然又不知 你生虽然又不知 造成我们的欢呼 你是我的盼是我的华主 让我们把掌声献给我们的神 我们从头再来唱一次 耶和华 是耶和华 耶和华是我的主 必不知动摇 有耶和华的帮助 还要去谁呢 你生虽然又不知 你生虽然又不知 造成我们的欢呼 你是我的盼是我的好主 耶和华 那华是我思维的盾牌 是我的荣耀 有时将我抬起头的神 你生虽然又不知 造成我们的欢呼 你生虽然又不知 祝你生虽然又不知 你生虽然又不知 祝你生虽然又不知 你是我的判施 我的帮助 一生虽然又不去 造成我们的欢呼 你是我的判施 我的帮助 耶稣我们感谢祢赞美祢 谢谢祢成为让我们开启头的神 谢谢祢改变了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翻转 耶稣我们感谢祢 我们想掌声献给耶稣 哈利路亚 耶稣我们感谢祢 谢谢祢 邀请各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继续站立 今天早上我们用诗歌敬拜祂 我们用听道敬拜祂 接下来让我们用奉献 来敬拜这一位美神 这一位好神 奉献是我们对神的感恩 也是我们当今的义务 要请您 让我们不单单只是奉献上 首篇的金钱 也奉献上我们的心智 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 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 您好友好神ному 祢就嘛 耶稣 您好天赛 这是我的一切 祢是我的爱 祢是我祈 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 因你爱及生 感谢耶稣 你眼边光荡 当生的错 祝你身体 赞美又赞美不停 你是我的一切 你是我主 我们一同低头献上祷告 是的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主啊是的 您要我们成为你的门徒 主你不是要我们 白白享受这福分 主你更拆派我们 主你要我们往普天下去 主你要我们 使万民成为你的门徒 并奉父子圣灵的名 为他们受洗 主啊真的是盼望 您亲爱的圣灵 带领我们 浇灌我们 也催逼我们 让我们成为那一位 传福音 做见证的 主让我们扛起 我们的责任 负担我们该有的使命 主谢谢你 让我们的生命 每一天都在见证你 主啊谢谢你 让我们今天早上 能够在这里敬拜你 感谢你 称颂你 主我们 并且奉上这一点 微薄的金钱 供教会圣供使用 愿您亲自愿纳 也愿您带领我们 让我们一生走在这 为你献上的道路 主谢谢你 我们如此祷告 侍奉耶稣基督 宝贵的名 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 请坐 让我们一同来关心 我们这个爱的大家庭 里面的大大小小事情 我们先来欢迎 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 若您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了 请举个手 让我们看见好吗 在后方 欢迎 欢迎回家 也邀请各位弟兄姐妹 虽然我们教会 现在在会后没有爱宴 我们在会后 依然可以彼此问安 彼此祝福 感谢神 我们上个礼拜 为着我们的城市之光 关怀协会 向政府申请通过来带导 非常快速的 我们的申请已经通过了 我们在礼拜一 在明天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关怀协会活动了 其实我们的关怀协会 也就是我们教会 最棒的一个福音出口地 在它当中有许多的长辈们 他们还不认识神 但是他们透过来关怀协会 可以走进教会 听见福音 也能够跟我们一同在这里享受主爱 盼望的神 真的是来带领这些长辈们 在他们这个年岁的时候 能够来认识神 带导部分 我们教会还有另外一个福音事工很重要 它是我们教会跟城西会一起办的 来陪伴城西会的家属团契 这个团契很特别 在他们的家中 可能有人即将要进入城西会 或者是已经在城西会当中 那他们的家属 在面临到家庭的困难 跟一个破碎的过程里面 神让我们教会有这样的感动 来参与这样的福事 当这些家庭 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 他们会看见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也有这个机会能够听见福音 我们目前是每个礼拜二的晚上 七点半到九点半 我们为了教会这个事工带导 同时也欢迎大家一同来参与 如果您周二晚上时间可以的话 可以一同来陪伴他们 下期部分我们的影音事工 从疫情之后 我们不断有设备在更新 那目前我们所需要的费用 大约六万元 现在的奉献金额已经达到了 两万七千六百元 感谢这些弟兄姐妹的摆上及奉献 也邀请您持续来为我们 这个影音事工带导 还有华生教育推广部 他们在我们教会九月份 九月底要开一个诗歌智慧术的导读 我们很多时候很喜欢读诗歌智慧术 但是我们都从单卷书 或者是比较短节的 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可以背 一节两节的诗篇或者是箴言 但整个诗歌智慧术的架构是什么呢 我们透过来上这样的课程 让我们更认识神留给我们的话语 那这个课程它不只是在我们教会 开实体课程 现在这个课程还加开了同步视讯 也就是在上课的同时 您可以选择在教会这里实体上课 或者是选择在你的家中 透过视讯方式可以上课 那我知道有一些姐妹们 你们可能有家事需要做 有孩子需要照顾 或者是有些弟兄们 你们的工作需要还要去照顾到 所以透过这个视讯课程 是让我们可以在实体 在云端都可以一同来参与 欢迎您如果您想要了解这个课程 或者是报名的话 可以下我们的佩儒传道 再来我们教会的成人 主日学要开课咯 我们的游字间长老呢 他要为我们开设新约重览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单卷书读 那透过新约重览 我们可以更了解整个新约的架构 我们的长老啊 真的他对历史这一块非常的厉害 鼓励你能够付上代价来上长老的课 更了解我们新约里面整卷书的架构 那在长老的课之后呢 随即我们的凤威老师也为我们开设了 不同凡响的自由课程 这个课程呢 主要是针对我们 如果你的生命想要突破 你的生命想要更新 你想要知道何为真自由 神说我的灵在哪里 那里就有自由 什么样的自由才是属神的真自由呢 欢迎您来上凤威老师的课程 就可以知道咯 那相关课程的消息以及报名 可以找我们的威中弟兄 厨户社提醒各位 八月份尚未存古今的弟兄姐妹 请尽快到一楼办理 那若您是在家中在云端的 现在同时在同步观看的 记得我们的储户方式 不只是可以来到教会 您也可以使用划波的方式 将款汇进来 那记得汇款之后 要打个电话到储户社来告诉我们 你汇款了 以上是我们上周的奉献明细 要请各位弟兄姐妹自行查阅 如果当众的账务有问题 可以恰深意相传到 邀请您再次从座位上站立起来 我们一同来唱 圣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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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 赐你平安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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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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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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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